2020年6月18日,美國最高法院宣布 日行關於童年入境者暫緩違反計劃DACA的判決 認同下級法院的裁決,認為特朗普政府2017年廢除DACA的決定是不合法的 DACA的計劃是保護了70萬的移民避免被驅逐出境 在奧巴馬任期時用一種行政命令頒布暫緩違反 最高法院是最終以5比4的投票結果 裁定了聯邦政府兩年多以來試圖廢除該努力是草述的 該案件是要追溯2019年11月 最高法院決定一併處理三個反對終止DACA的話的案件 去到今年2020年4月份,當肺炎疫情在全美社區爆發時 最高法院特別設立了一份補充狀 證明了DACA的話的受惠人在醫療界別所促出的貢獻都需要一併考慮在內 最高法院最終裁定了特朗普政府是未能夠為終止該計劃提供任何充分的理由 假如取消了這個計劃之後會如何處理DACA受惠人所面臨的困境呢? 雖然各位的裁決是為了特朗普政府留下了一些空間 聯邦政府未來都可以再次用其他的理由去終止DACA的話 為計劃增添了不少變數 不過相關的法律程序往往是需要幾年 或者我們可以在補充一下DACA的話的背景 DACA的話是2012年由奧巴馬總統用行政命令的形式頒布 向70多萬沒有身份的年輕人提供兩年暫時性的身份 是要保護他們不會受到遣犯 以及讓他們在美國工作、居住和接受大學教育的權利 DACA的話其實是一個由武政青年領導的一個運動 對很多人來說這一場是艱難不過成功的社區運動 對於很多DACA的簽證人來說 這次都是象徵著一個短暫的勝利 暫時都得到一些舒緩和釋放 因為DACA的話並不是一個永久的移民身份 我們的社區需要為DACA的滑手益人和其他無證人士提供一個更加永久的方案 需要是符合以下條件才可以申請DACA的簽證 或者我們可以在這裡簡介一下有些什麼條件 首先是要在2012年6月15日是31歲以下 抵達美國的時候都需要是16歲以下 2007年6月15日之前就已經在美國 並且持續在美國境內居住 已經在高中或者高中畢業 或者是從軍隊退伍 沒有犯罪紀錄 很多社區人士也都會認為DACA的受益人主要都是來自拉美裔 其實大家又知不知道按統計 平均每10個DACA受益人當中 有一個就是來自亞洲國家 主要是包括中國、韓國、菲律賓或印度 我們的移民社區對我們的無證青年 或者我們的無證社區又有多少認識呢 究竟我們最高法院的判決對DACA受益人有什麼影響呢 符合資格申請的人現在可不可以提出新的申請呢 如果你有任何關於DACA的計劃的移民 歡迎你去聯繫華人權益促進會CA 我們是能夠幫大家解答一般的諮詢 以及提供一些非牟利移民律師的轉介服務 華人權益促進會的聯絡方法已經在屏幕上顯示 歡迎大家致電我們的移民法律留言信箱留言